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已经不关心防沉迷这件事了 但是今天这个话题绝对非常的有意思 想必看到标题你就已经明白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坐下来一起好好聊聊 最近啊一则数据报告向我们揭开了小马哥对于防沉迷事情太多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防沉迷系统是人上人定制的规则 但是小马哥作为一个商人他是管不了那么多的 他只关心自己的商业帝国 那么防沉迷一出导致90%的学生党玩不了游戏 小马哥本可以顽强抵抗或者通过各界关系等说服此事 但是为什么最终还是妥协了呢 原因很简单 数据显示16岁以下在游戏上的流水占比只有2.6% 12岁以下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游戏玩家最大的群体学生党 课金加起来却只有总流水的3%不到 站在小马哥的角度理解就是 这帮学生党天天占用着服务器宽带 但是课金却克的最少 而那10%的大人玩家课金却占了总流水的90% 所以学生党对小马哥来说 简直就是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可言 所以最后小马哥才妥协了防沉迷这规定 说实话 小马哥的游戏虽然大多都是抄袭模仿 但是确实非常的人性化 相比于老外的steam上的游戏等 小马哥的游戏确实非常容易上手也好玩 那么问题来了 防沉迷会影响小马哥的游戏产业吗 虽然学生党课金课的少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过不了几年 他们就长大了呀 因为防沉迷多年不能玩游戏 万一到时候他们对游戏不感兴趣了 或者都去玩老外的游戏了 这可怎么办呀 所以说 从眼前来看 对小马哥确实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说 这确实伤到了小马哥 对小马哥的游戏不息